我们首先来聚焦关注到的是 日本大阪举办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这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四次峰会 今天是峰会的第一天 那么在今天上午峰会的现场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大阪现场的 财经频道前方记者李思玄 思玄你好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上午你了解到的 G20大阪峰会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 你好 周云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就是大阪国际会展中心 那么这里是此次 G20峰会的主会场和新闻中心 其实要知道 这次其实是日本第一次举办 G20峰会 同时也是日本有史以来 所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大家现在从镜头当中 可能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中心 其实它是可以同时容纳 六千名以上的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 还有工作人员们 在这里紧张忙碌的工作者 那么楼下其实还会有一个展示的区域 这两天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可能已经看到过了 它是有一些文化传统 包括未来技术的展示 那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展示 就是日本通过它的一些传统的 现代的还有未来的文化和技术 来展现了日本的这个传统建道文化当中 所说的三个字叫做 守 破 离 守呢 说的是你首先得守得住你的传统和本分 破呢 是说在此基础之上你有所突破 而离呢 是说已经脱离了所有的超招式的一种创新和升华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比喻和说法 可能也和当前的全球治理的这个大背景是相契合的 我们看我们当前其实有我们要坚守的东西 那就是多年以来的全球化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开放合作共赢的多边贸易的体制 但是当遇到僵局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有这个破局的思路 同时呢 也要有脱离成规的创新 我们来看今天上午 今天全天的一些议程设置上 其实是既有守 也有破 也有离 比如说呢 在这个大阪时间的12点钟呢 这个20国集团领导人们 他们进行了一个15分钟的特别的议程 就是有关数字经济的 而随后的两个小时 也就是现在依旧在进行当中的午餐时间呢 其实呢 20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探讨的 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坚守的议题 那就是全球的经济 还有贸易和投资 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二项议程呢 就和创新相关 其实呢 这个是我本人第四次 在前方报道G20峰会了 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 你看从中国的杭州到德国的汉堡 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再到今年的日本大阪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河流的流域 江河的入海口 或者本身就是海港城市 那么自古呢 都是一些贸易和通商的枢纽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城市 我们来探讨全球化 可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 尤其是当前的全球化遭遇了逆风 而且全球的经济 有下行的风险的情况之下 那我采访的一些嘉宾 包括今天上午刚刚专访的 OECD金河组织的秘书长古利亚先生 都是希望中国呢 可以为G20这样的一个框架 为多边贸易的体制 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知道今天上午呢 也有一项议程 就是中方发起的中非领导人小型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南非 埃及 以及塞内加尔的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都出席了会议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 在当前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 全球经贸局势之下 中国呢可以贡献自己的智慧 同时呢可以为全球秩序 还有多边贸易体制 发出新的强音 所以说呢以上就是 我今天上午到中午 在会场的一些观察 那么更多的情况呢 今天晚上的连线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带给大家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 交还给你周运